接下來我們來說明正列 那我們在圖面上 我們希望在這個地方有擺一些椅子 那這些椅子有一些尺寸的人體工學的尺寸 那必須要注意一下 我們先看它的尺寸是怎樣 椅子呢 我們一般來講 這邊前面有幾種尺寸 什麼叫幾種尺寸 就是有一種當然是你坐下來 沒有要安排讓人在前面過去 這是一種 那一種是可以過去 但是是要慢慢的 就是譬如說你坐在沙發的時候 你希望你可以起身 然後很輕鬆的拿到你的杯子 這樣的一個寬度 另外有一種是說 你還是可以拿到杯子 可是有一個人可以旁邊稍微擠一下走過去 另外再來就是 你可能已經拿不到桌子 可是前面可以有人過去 你要很勉強才拿到 這會有這三種尺寸 如果你到那個卡拉OK店 就應該知道這尺寸上的差異 或者在客廳就知道了 那我們這裡要做的是說 有一個人可以從這邊過去 這是寬度的問題 那如果各位還記得的話 這個地方的這個深度是多少 40對不對 45 40 40之後加一個3公分 所以43 再加一個10公分 所以這個地方是53公分 對不對 記不記得這53公分 記不記得這53公分 考慮人體工學 這個列的偏移為什麼是91公分 行距跟列是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 那行距是這樣 那我們來講說明這個為什麼是這樣 125公分的原因是 從這個地方到這個地方 125 那剛才記不記得 剛才我們講的是多少 53公分對不對 那一般來講 人體工學72公分是一個人很舒服 可以走過去的 所以這邊會125公分是這樣的原因 那91公分 各位記不記得這邊是多少 45對不對 這邊45再加13 13 23 45加23 多少 45加23 68 那這邊只是給他一個68加23 實際上只是一個 這邊到這邊的間距 其實這個不一定要那麼精準 也許90公分 這也許120都還可以 但是這個人體工學就是 一般我們講說一個人可以走過去 然後你還不會覺得太鬆或太急 這個地方是72公分 好 那是這樣的一個尺寸 然後這91呢是剛才這樣算起來 然後中心線到中心線扣除掉這個 那中間等於是大概還有23公分 手不會真的碰到的 好 好 那所以我們就用12590 然後比較好計算 我們來做正列 那我們就做正列的時候 你要先插入一張要正列的椅子 所以我們先來插入一張椅子 Chair這一張 好 正列呢有三種 我們先把這張椅子放進去 正列有三種 在常用這個地方你會看到有 矩形正列 路徑正列跟環形正列 路徑正列是最近才有的 忘了是在2012還是2010才開始有 早期並沒有這個路徑正列 那最早是只有矩形正列跟環形正列 矩形正列呢就是它是九宮格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去定義它的格子多少 然後用這個是用動態方法去畫的 好 那 它就在一個你要固定的尺寸上去畫 另外一種是環形正列 你給它一個定義一個圓形 那圓形給它 它就會繞著看要 要多少移植 或者是幾張或者是要多少角度 或幾張-1 這樣 為什麼要幾張-1 因為有時候你要繞360度 原來就在 如果你沒有幾張-1 就會多一張 好 我們接下來看矩形正列呢 是怎麼樣做 我們 選了矩形正列這個指令之後 我們選物件 它叫你選物件 你就選你要正列的物件 選完之後按Enter 它就會進入正列的這種狀態 這個是正列的 好像各位應該知道有一個 我們之前的圖塊編輯器裡面 它進到這一個叫正列的編輯的對話的狀態 它現在講四藍三列 列是這樣的 藍是這樣的 那以前有用行現在用藍 那這裡就 如果你改變3的話 比如說這3 它就變成3藍 然後比如說4列 它就改成4列 所以要多少呢 就是直接在這邊輸入 那這邊有互動的方式 是可以直接這樣拉的 在沒有改變它的尺寸 沒有改變它的尺寸之前 它就可以一直拉到很多 一次就排滿所有的教室的椅子 你可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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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就是用互動的方式去做 這是一個 然後呢 再來就是這個尺寸 你還沒關閉之前都可以改的 那這個尺寸 你也可以用互動的方法去拉 好 互動的方法拉 這樣 好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是動態的 這個動態的模式呢 是跟我 待會晚一點會教的動態圖塊一樣 你可以讓它變成一種動塊的方式去 去調整它的尺寸 有時候你要的是 每一個的間距 那有時候你要的是 整個的大概到哪裡 所以 就看你要的是什麼 他們剛剛有規定一個尺寸 列之間125 這個地方是90 所以 藍之間的間距 間距是90 他也可以用總間距多少 這樣去算 那這個地方呢 行距呢 是125 我們是這樣的 那所以這個地方可以少掉 變這樣 這樣多一排 變這樣 565排 再多一排 好 這樣 90 125 那如果都好 對不起 這裡還有 還有其他的 什麼叫關聯式 什麼叫基準式 關聯式是它 它互相會有 關係的存在 就是你調整一個 它會全部都調整 這個我們待會再說明 那 這個還有 層次 間距 總距離 這個 這個是指說它還有好幾層 就是可能立體的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就這樣完了之後 關閉 它就把它畫完了 那如果你要修改 再點它一下 它就進入那個 正列的模式 可以繼續修改 比如說你改成5 它就變5列 或者改變尺寸 也一樣 這樣 好 這樣好了之後 我們就關閉 它就做好正列這張 這張桌子 然後排滿在這個地方